今屆的自愛新聽力頒獎禮 今屆的自愛新聽力頒獎禮 20號晚在文化中心隆重舉行 不少歌迷朋友都去餐場 一班歌手都為了今次頒獎禮悉心打扮 今屆頒獎音樂會共有70首候選歌曲 更多達20個獎項 澳門歌手古長文連奪自愛歌曲獎最佳監製獎 和自愛歌曲金獎三個獎項 成為傳承大人家 我自己想都想不到 真是要多謝身邊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 給我很多力量和支持我的同事 其實我經常說一個人是不會做到什麼 但如果你是一個團體 每一個人都是平均地 大家去見受自己的崗位的時候 就會認罪到一份力量 除了美聲王古長文獄獎之外 還有一眾歌手都勇奪獎項 並在台上獻唱 聽證這麼多歌手現場之友 當然不少得拍大合照 澳廣市執行委員會主席白文浩 都大力稱讚今年有新突破 我相信每一年的質素都好 今年最突破就是有很多新的面貌 我相信在我們工作中 這個我覺得是最大的收穫 是可以有多些新人 就願意在這方面發展 白文浩又說 未來將會繼續為澳門歌手 提供向國際發展的渠道 相信各位歌手聲勞發展會越來越成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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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